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讲成于故事 最喜欢的三国人物是赵斯蒙 下面我们欢迎参加灌篮高手这个游戏的 壮壮和思思两个家庭上场 欢迎他们 我们看到了两个 非常有这种运动的这种感觉的家庭 宝贝你穿着衣服够大的 这是什么样的衣服知道吗 这是投篮的衣服 运动服 投篮的 我们看到这个在篮球比赛中 很多的运动员都穿着特别长的运动服 就像你这样 你瞧还有大裤衩 真棒 来 撞撞 我听说撞得特别聪明 各种各样的棋 你告诉他你都会什么棋 向其为棋 对一棋 还有吗 跳棋 没了 没了 你真聪明 学下棋的孩子都很聪明 我还听说你特别喜欢看三国演艺 是吗 真棒 你跟我说说你都认识三国演艺里的是谁 棋 琪花 光雨 中飞 曹操 风泉 真棒 你今天穿成这样 待会儿玩起来肯定会表现非常出色 爸妈平时特别喜欢上的看书是吧 对 她也比较喜欢看 喜欢看这种三国演艺 对 像动画片里面就是跟动画片相关的一些书他都能自己看 是吗 真棒 好了 那希望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灌篮高手的游戏当中呢 两个家庭也能够有杰出的表现 好 我们准备一下道具游戏 马上开始 好 我们灌篮高手的游戏马上开始 大家看 现在呢 我们场上两位爸爸 现在已经装扮成了篮筐 非常可爱的人道篮筐 那么这边呢 待会儿游戏开始之后 我们的宝宝和妈妈 他们要依次拿球往这个爸爸篮筐里投 怎么投呢 要听我们的音乐 我们有一种节奏呢 是投篮的节奏 会比较欢快 投完以后我们会变成捡球的音乐 我们看看在规定时间里 哪个家投中的次数多 那哪个家就是我们的灌篮高手家庭 明白了吗 好 来 准备好 听音乐 一备 开始 音乐 开始 好 正好准备 正好 准备投篮了 好 现在是投篮的音乐 投篮的音乐 数着点球 三个 四个 我们看到 壮掌家很厉害 好 好 好 现在是捡球音乐 捡球音乐开始了 两个家庭 很快就把球投完了 现在捡球 我们看看 要用捡球的时间捡更多的球 好 壮掌家 好 我们看到壮掌家训练有数 投中的命中率很高 那四个家庭也不错 四个家庭我们看也是投得非常地准 好 捡球音乐 捡球音乐 我们看到在这个游戏过程当中呢 爸爸妈妈孩子不只要配合 而且呢还要准确地跟我们的音乐 来进行判断和选择 好 投篮音乐又开始了 照照往后边 好 我们看两个爸爸做出 做出动作也非常地配合 这个都很开心 我们看到爸爸妈妈孩子 三个人配合 非常的协调 好 投篮音乐又在响起 哎呀 这个赵壮家庭动作非常马力呀 我们四个家庭虽然是动作没那么快 但是呢命中率也相当高 好 捡球音乐 捡球的时间也非常关键啊 因为他们要一个短暂的时间呢 要捡到足够的球 这样在投的时候我们才有子弹 好 哎呀 好 好 好球 我们看到这个爸爸一蹲一起啊 配合着孩子和妈妈的这个投球的这个角度啊 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刻 捡球赶紧捡 赶紧捡 赶紧捡 赵壮加油回来了 好 我们都数不过来了 这命中的这个篮筐次数实在太多了 哎呦 好 时间到 我都数不过来了 但是我听到我们台下有观众在帮忙数 这个壮壮家投中多少个球啊 39个球是吗 那个这四四架呢 41个 有吗 29个我都是数不过来了 光顾忙着看他们投球捡球 我特别想知道现在值此个爸爸什么心情 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刚才我刚才觉得打您头上了 打得好 打得好 虽然打在我的头上填在我的心里 是的 好我们这个爸爸 我看您刚才跟孩子的家长配合得非常好 练过吗 练过 在家练过 天天练 天天练难怪呢 你看他们为了上游戏在家里也做了一些训练和配合 当然就当那个家庭游戏呗 是吧 您今天您对您这身造型满意吗 我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 非常的可爱 回头您看看电视 您一定会为您这个新造型而感到骄傲的 好了 我们看到在这个游戏当中 我们两个家庭真的玩得非常开心 我们的爸爸妈妈孩子也非常的尽兴 好那大家玩得开心 那我们就感到非常高兴 也希望有更多的家庭能够接到我们的七脚板 来做游戏 好我们用掌声送给这两个家庭 谢谢你们的参加 谢谢 我爱情搅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